高雄市長陳其邁在新的一年上班日 及陪同總統蔡英文出席美農菸業輔導站 所舉辦的農民退休儲薪制度開辦典禮 陳其邁在會中致辭時 感謝總統蔡英文及行政團隊的支持 使得農業保險及退休儲薪制度的最後一塊拼圖 能夠建立起來 也可以讓農民在產業轉型上 安心而且無後顧之憂的繼續打拼 並且可以讓更多優秀的年輕人 投入農業生產的未來 25歲繳40年 每個月繳2千4 退休可以領到4萬5千元 這個是蔡總統照顧我們農民的德政 也要感謝有政府會做事的行政院團隊 很快的就能夠在短短的時間內 能夠把最後一塊拼圖能夠到位 那我相信這個對於農業 尤其是年輕人要投入農業的生產 是非常大的一個鼓勵 讓他們能夠看到農業的未來 農民退休儲金的成立有兩個重要的意義 第一是展現政府 對現承諾照顧農民的決心 那麼第二個意義是退休制度 將在台灣全面的建立 而且此時時刻算是建立完成 農民退休儲金是由農民與政府暗約共同提繳 並從今年1月1日起開始施行 陳其邁與總統蔡英文都鼓勵年輕農民趕快加入 只要從25歲開始 每月繳2千4百元 繳了40年而且退休後 將可以每個月領到4萬5千元 這次政府對於農民的承諾 也是一個非常照顧農民的制度 我想從農民的生產 到整個農業的這個包括產銷 以及到整個商業模式的轉型升級 這個都是蔡總統 不只幫我們想到我們退休之後怎麼辦 也幫我們想到說 在農民在整個生產到 銷售的這個過程裡面 怎麼樣來增加農民的收入 那這個部分要代表高雄市政府 特別感謝我們蔡總統 跟我們行政院團隊 現在有了農民退休儲金後 代表以後大家不論從事哪一個行業 都會有職業保險 保障晚年的退休生活 未來我們的農民退休儲金 將會依照基本工資的1%到10% 讓農民自由選擇存入金額 政府也會和你存入一樣的錢 如果你存1千 政府就會和你一起存1千 幫你1千變2千 存越多保障也就越多 陳其邁也提到 從農民開始投入農業生產 到最後的銷售過程 政府都已經幫農民想到 而且是到退休之後的收入 農民可以放心 而且很安心的加入農退儲金行業 記者李佳龍採訪報導 正式開辦 作為1千 糟糕 2千 鞋子